愛妮好 我是Ginny Ginny美妮 看過來我這裡 我今天所介紹的是日本的動畫海報 原子小金剛 它是首種之寵的一個成名作 你知道在日本 動漫是他們的一個王國之一 所以你看它這個故事的結構 它是講一些科學家 他失去的一個小孩 所以他就研究了一個機器人 跟他小孩長得非常的像 他就成就了這個原子小金剛 那這個的話在市場上 它的模型非常的受歡迎 很多那種收藏家 都會追捧的一個對象 那我背後這三款是它的海報 那我過了Lamination 防水不褪色的 那你如果擺設在家裡面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上中下 或者是三張擺在一起 或者其實你可以放在一些 可能這樣子上面 或者來送人 其實它就是很好的一個題材 如果你們對海報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PM我們 先讓我們對海報做一些促銷 或者是可以到達我們直播出 在中午12點到7點 等你喔 好的現在Jenny近距離介紹 原子小金剛的海報給你認識 這三款它的尺寸的話 是29公分乘42公分 那我們過了Lamination 防水不褪色的 像你看這一款的話 它的海報設計 一半是機器人 一半是人類 你看非常的特別 那像這一款的話 是它機器人的一個表情 很多喜怒哀樂啊 什麼表情都有 那你看一下這個是屬於他們 怎麼設計機器人的一個 一個結構 非常的特別 那這三款海報 我們公司在做一些促銷 那數量有限 所以有興趣的話 趕快PM我們 等你喔